到了除夕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按客家风俗 小朋友们可以先去洗澡了 因为洗完澡就可以换上新的衣服 就叫过年就大一岁了 那客家人对除夕这天的洗澡水 也很有讲究 那通常用一些认为 吉祥的植物的枝叶来熬制 例如幼稚叶 因为幼以保佑的幼 谐音意思为神明保佑 而且柚子叶也自带浓浓的香味 还有就是松柏叶 柏树四季长青 柏以柏同一 取义矮子千孙 家族兴旺之意 还有长命草 取自长命百岁之意 还有山树枝 丝苗叶等等 熬出来的水有股浓浓的药香味 客家先祖认为 这些植物熬制的水 可以去除一年的污碎和霉韵 有除旧银心 消灾纳浮的意思 洗完了身体有股淡淡的药香味 也会让人神情气爽 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